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 微默数据为2018-193季预测数据 预测首发 组织后卫 欧文伤病风险 球员选项 距离上一次看到欧文披着波士顿球衣打球 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谁也不知道他的伤病恢复的如何了 但毫无疑问 只要欧文在球场上 他就是球队进攻第一选择 而且主教练是欧文森 一定会在进攻体系里 充分发挥欧文的进攻能力 作为名义上的控球后卫 下赛季欧文并不会长时间 但认识球手的角色 海卧德以及霍福德都有非常不俗的助攻能力 这个决定 欧文的助攻数量不会太高 但这不会对他的伴侧系价值影响太大 欧文强大的得分能力 三分球能力以及作为后卫非常可观的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是他最值钱的地方 只要没有的打伤病 欧文值一个首轮位置 得分后卫 杰伦布朗老实说 在欧文和海卧德回归之后 进攻端受到影响 最大的不是塔图姆 而应该是杰伦布朗 布朗可以得分 但和欧文 塔图姆比起来 还是缺乏一些进攻上的天赋 相比而言 防守才是他更值钱的一面 他没办法像雷迪克 埃里克戈登 这样的得分后卫一样连续投中三分球 因此注定只能成为球队第四号进攻选择 另外 尽管身体素质很好 但布朗并没有展现出太强的强断能力 这注定着他犯特希顺位不会太高 小前锋 戈登海卧德伤病风险 去年海卧德在首场比赛就中上离场 可谓是胜赛季最大的遗憾之一 他的能力以及在史币文斯体系中的重要性已经无需遮言 唯一的疑问是他完全恢复了吗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海卧德恢复情况很好 除夕揭幕战问题不大 由于在波士顿的比赛样板太少 所以只能从他在决士队的特点来分析 在范特希里 海卧德是相当不错的风味球员 数据全面 三分突出 抢断不俗 命中绿合罚球属于上加水平 是一个合格的二轮球员 只要他完全健康 在波士顿体系里 完成场均二十分五个篮板五次助攻的目标应当不难 大前锋 杰森塔图姆有消息说 塔图姆可能会成为球队的替补 但是比文斯依然会找到合适的方式 让他至少获得场均三十分钟的出场时间 虽然塔图姆曾可能是球队第六人 但在如今小球盛行的联盟里 他成为球队主力大前锋的可能性非常大 塔图姆上赛季在球场上表现出的得分天赋和成熟度令人赞叹 史蒂文斯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因此 无论下赛季是替补还是受发 只要有场均三十分钟的出场时间 塔图姆就能保持上赛季的数据 中锋 霍福德作为波士顿重建过程中 第一个引入的全明星级球员 霍福德却一逐渐成为球队5号进攻选择 对波士顿来说这是好事 对霍福德来说 这让他的半特性价值略有下滑 进入职业生涯下半场之后 霍福德的篮板数量下滑明显 作为中锋 这一点自然让人感觉遗憾 但在盖帽上霍福德保持的不错 更重要的是霍福德开发出了不足的三分能力 还能提供足以媲美组织后卫的助攻数据 这让他的半特性价值大大提升 由此两项就足以让他稳俱二轮中锋行列 其他主力轮换 马库斯·斯马特新合同 斯马特依然会是波士顿第二阵容 离最重要的部分 他的价值依然是强断和助攻这两项 同时低德奔和低命中率 又是影响他犯特性价值的因素 他是和暴力留见的思路 罗奇尔受限自由球员 欧文和海沃德将从伤病中回归 斯马特也终于搞定那新合同 那么罗奇尔的角色就显得有限尴尬了 不出现大伤病 罗奇尔很难得到上赛季那么多的机会 除非被交易 否则他价值有限 马库斯·莫里斯非受限自由球员 随着他图母的进一步成长 莫里斯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 再进攻端的比重和戏份也会变少 下赛季他的场均则本很可能难以上双 除了一些零星的三分球贡献之外 不要期待他们贡献更多